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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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Q摸 大家看到Q摸又穿了這件衣服了好不好 那這次呢來到第二集 我不想跟你講謊話 其實是跟第一集一起拍的 不過我這時候已經剪片剪到死亡了 好不好應該兩年都發昏了 Anyway我還是要 幫大家齁 我們來做第二集 那待會等一下呢 我們是要來拆這一把 海神波曬盾的第一拳 那這一把呢未來我也會在場上 因為這一次呢第一拳他有很多的一些 概念在裡面 所以特別就是拆這一把 而這也是波曬盾第一把 全金屬槍聲的電槍喔 好那當然拆 就要請出我們的鐵山的修修啦 好不好那修修跟我就很快 我們換一下好不好 跳一下他就來 好來 好啦 那這次齁就由修修來拍齁 阿Q摩就在這邊齁來問修修齁 反正Q摩是無路用人啦 那修修齁齁這一次是我們 有摩拆的電槍嘛 那你認為這次拆起來 跟上一次我們拆的 呃...Punish就是懲罰者 有什麼不太一樣應該差不多吧 應該幾乎都一樣只是在於說 那這個摺疊後座 的拆解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這時候大家可能會發覺齁 欸Q摩怎麼鏡頭有點不太一樣呢 因為這一次Q摩就用另外一個穩定器 這樣拍起來會比較近一點 好不好 那好啦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麻煩請修修齁齁 我們來做他的拆卸 好OK 那我們一樣先上下分離 對 他這次分離會不會又像上次一樣 Punish會遇到 其實他上下有一個連動的部分 這就不確定了 就來試試看 一切都是米啊 對 滿緊的 喔 拆線還滿方便的 就等於是 前面兩個PIN切開 一個PIN而已 對 一個PIN就拉開了 對前面PIN而已 那比上次還要Easy啊 嗯 那有要做其他的動作嗎 也沒有 沒有耶 這樣就拆他了 對 了解 那來看一下HUB做吧 是 HUB做是水平調整的 那 學兄那HUB拆在這裡嘛 對不對 對 那裡面拉出來就可以了 嗯 這邊有什麼 那我們再來就是拆他的槍身 對 那這次好像是因為雙邊有 雙邊釋放鈕 跟雙邊的槍機釋片釋放鈕 這樣會比較難拆嗎 可能會多幾個步驟 但幾乎也都差不多 好 那我們先來拆槍托好了 嗯 先摺起來 那我看到這邊有彈簧 對 我覺得他這個場合設計得不錯 他這個是就是說 他在房子在 會做折對 沒有錯 在折點的時候會去夾到線 然後說哇 破皮還是什麼的 對 馬上短路你的槍馬上就冒煙了 因為他是鋰電池 對 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好 我們這時候需要用到六角板手 在這一邊 在槍托這一側 這邊用六角板手 對 他下面有一個指負螺絲 要把它打開 因為他這邊有一個 算是一個頂蓋吧 要注意 先把它拆開 先把它懸開 要注意喔 這個頂蓋會噴出來 因為裡面還有一條彈簧 這條彈簧 他有兩條彈簧 對 他一出一氣的彈簧 他有一出一氣的彈簧 這條彈簧 他的用意是在 保護我們這條電線 對 折起來的時候 是確保它是在最長的狀態 這樣才能達到我剛剛說的 保護它不會被夾到 這個設計真的還不錯 滿有特色的 對 那接下來我們再繼續拆下去 我們把後托直接拆下來 後托用四號的六角板手 直接這樣拆就下來了 這樣就下來了 然後他這裡還有一個 二號的六角板手 在哪個部分 在側邊 在這裡側邊 二號的指腹螺絲 對 他算是做指腹 把它固定住 把它這一個固定住而已 這個也可以拿掉 對 這樣這些都先放旁邊 那我們的後托就下來了 對 還滿簡單的 然後後托 那其實 這次拆起來比上次快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拆握把 握把 握把也是用六角板手 也是用二號的 好 來 兩顆螺絲拆掉 好 要先壓就不然它會噴掉 會噴掉 小心一點 因為那個馬達前面都有 螳螺會去頂住 了解 拿掉 對 然後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嗎 就是它在那邊 對不對 就是裡面像這樣子 那它有哪個地方比較容易會噴掉 這裡是還好 那大家在裝的時候要注意 如果真的會怕忘記 那我們就先拍個照 讓它看 因為線路的走向 是蠻重要的 如果你走錯了 那馬達角度也當然會錯誤 馬達角度錯誤 你的聲音一定很難聽 又變很尖銳 就是代表沒裝好 對沒有錯 那我們就繼續插下去 那看起來 這個是長軸馬達 對 長軸的 看起來是普通等級的馬達 嗯 對啊 不是強尺 對它就是普通馬達 它也並不是強尺馬達 對 可是它這次的馬達比上次 顏色不太一樣 它是每樣烤一層漆 外觀不一樣 但內部看起來效能應該是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對 OK 就先放旁邊 然後裡面有兩顆十字螺絲 對 把它拆掉握把就可以下來 在最裡面的部分 對 伸進去 十字的 這一邊拆一邊跟大家聊 其實有時候拆電槍真的是 拆久了 就熟能生巧 像QMO就是我真的很不會拆這種東西 如果大家真的可以的話 就一邊拆可以自己錄影 那如果你哪裡錯啊 或挑什麼東西 你可以總是可以回放嘛 對不對 看一下自己哪裡拆錯 那這樣握把拆下來 OK 這樣就下來了 這次握把跟上一次的握把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它這次有拖了一些 算是防滑的東西 應該是仿Megapool的握把 很類似 但它握感也是不錯 那我們現在要拆它的雙動板機 它這裡是 也是二號的 好像先把射旋鈕拆掉 射旋鈕要先拆掉 而且是兩邊都要拆 兩邊都要拆 因為它是雙邊的 注意喔 這一側左側 這邊算左側了 看我們這一側 它裡面有彈簧跟一顆小個鋼珠 注意 不要掉了 它鋼珠會在這裡 它這裡是它的轉動的時候的那個 喀喀喀的聲音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鋼珠要小心不要掉了 不要掉了 掉了真的很麻煩 理解 來 那我們先放 然後另外一邊一樣 把它拆開 這邊也會有鋼珠嗎 這邊不會有 嗯了解 這邊只是連動的裝置而已 拿掉而已 這邊沒有鋼珠也沒有彈簧 但一樣小心不要掉了 對 好那我們把它的PIN給打出來 中間這支板機 正上方這根PIN 板機正上方的PIN 你可以再指一下嗎 這裡 直接把它打出來 有沒有一個方向性 通常都是由 我們以這樣子槍頭朝自己 都是由左至右 就是槍朝前的狀況的話 對沒有錯 左邊打往右邊這樣 好我們就來打一下 那我們可以先敲一點點出來 因為它的PIN上面都有咬花 對 我們要確認它的咬花是在這一側 那沒問題之後 那我們就大力敲出來吧 好 大力出奇蹟 出來了 好 還有一個網球拍要先卸下來 才有辦法去卸它的大甲4片 或是槍機4片 對對對 那我們從前網扣打 好 好 就把那個就拆下來就對了 對 那有做連動嗎 有連動 然後我們這個網球拍上 只是拆不下來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還需要 從這裡 它這個是在勾它的槍機4片 要往下壓 對 它才有辦法出來 要往哪裡壓 往下壓 槍機4片這一個卡的勾槽 往下壓 BOX會剛好在這一個範圍內 所以你拉是拉不出來 它這裡會去卡到BOX 所以要把它往下壓之後 BOX閃過它這一個地方 對它才有辦法再抽出來 OK 然後再來就是拆我們的彈夾釋放板 拿個東西去頂住 頂住另外一邊 然後逆時針旋轉 了解 用手指也可以 各位方便就好 轉轉轉它就出來了 好這邊就出來了 然後注意這邊 因為這邊有彈簧 要小心一點不要噴掉 因為這個狀態其實就跟其他的局 其實按部幾乎都一樣了 對沒有錯 那我們就把彈簧拿掉 所以事實上來說 我們要移除電槍 我們還是要先把上面的 不管是網球拍阿等等 有的沒有人 能拆的就拆角 才不會有干涉到就對了 對 然後 它這裡有一個彈簧箱 它用彈簧箱下去固定是不是 對固定 它也算是一個防掉的狀態 它會插在這 如果大力打的話 它一次防掉它應該會卡來這 哦 我了解意思了 它會卡來這 這跟上次Punish的比較不一樣 哦對 又可能不一樣 這個會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上次要拆的話 你需要用工具阿 去做固定 對啊去卡住它 你才能夠把它裝出來 對沒有錯 OK 那這時候我們的Buds就會出來了 稍微一個角度 先往前 再拉 再拉起來 那一樣 它也是快拆尾頂的 哦這樣真的很方便 因為你就不用這樣一開 然後怕Buds整個爆炸 對沒有錯 OK 那我們 我們先可以把彈簧拉出來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要先把 因為這些 是它的板機的連動齒爐 我們先把這些連動齒爐拿掉 對 避免它掉了 它這邊這一顆 就比較靠近下方的這一顆 它是兩邊是有一個連桿去做連結 所以我們這邊要拆的時候 差不多拿一字的 稍微去給它 敲一下 不要 不要把齒爐弄壞掉 對不要把齒爐弄得太好 弄壞掉 OK 好就下來了 它只是單純的咬在一起 對它只是咬在一起 它是一個D 它的 這根算是一個D字型 去咬合它而已 前面去把它抽出來 對沒有錯 就抽到它了 OK 那這樣我們就整個都拆掉了 然後再來就是拆我們的 有臉桿 拿一字的 然後整個都出來 它的話它應該 這個是什麼材質啊 這個看起來是不鏽鋼的喔 整隻都是喔 所以這次用料還蠻不錯的 嗯 而且還是雙層的 它下面有一個培鈴 然後上面這個也是可以旋轉的 唐皇會直接卡在這個 就等於是這樣子 其實它的唐皇更順就對了 對沒有錯 唐皇硬度應該感覺起來 應該120 120而已吧 應該100 100左右 110那邊吧 對 而且它單距的不等距 嗯 算也附得不錯了 也是OK的 對啊 以原廠來講的話 那我們拆吧 14件還有一個要拆 這個是它的 槍擊4片的固定塊 我們先把它拆 欸這邊還藏了一根螺絲 對 然後我們拿小的十字曲子 小心喔 因為它這邊有彈簧 怕會噴掉 一樣手都要 確實壓準 再來拆線 那是一個小的那種 扭的那種彈簧嘛 對不對 這樣就下來了 OK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BOX BOX我們是使用新型的嘛 對不對 現在其實有蠻多長 都喜歡用這一種 我是 欸好吧 大家習慣不一樣 真的是這樣 那在拆BOX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 例如說這一些 分散在四周的螺絲 拆的時候有沒有特別要注意 最主要的 因為有些BOX 並沒有快拆的圍頂感 對 所以我們最害怕的就是 會爆開 對沒錯會爆開來 這個要注意一下 如果會怕會爆開 大概我們都會是用長的螺絲起子 這樣子壓住 對從圍頂感裡面進去 頂住整個壓住 彈簧 圍頂啊 還有活塞啊 這樣整個壓住 這樣才不會爆 嗯嗯 或者是你在拆的時候 手就是先都壓住了 對要先壓住 然後你真的要拆開的時候 這邊壓了 然後再把兩層 把它打開 兩片BOX殼把它打開 大家請加練習 我以前人家也是這樣跟我講 但是我每次用每次爆掉 對 好有些東西喔 真的很看天分 好不好 這樣 這種事情都交給專業 好不好 專業的 OK 那這時候呢 呃 登登登 讓QMOBA 鏡頭再稍微往前一點點 好它打開 裡面長什麼樣子 來 開了 OK 它的線看起來是銀線嘛 對 它都是銀線喔 好 攪一下 攪一下 密合度還不錯 真的 我怎麼好拆 會不會有東西噴出來 基本上是不會 到這邊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彈簧類的東西 對 不會 所以它的密合度真的這一次 比之前還要好 哦 OK 哦 好好好 大家可以看到喔 真的就是像上次 還有再放大一點 呃 我覺得它的系統跟上次的是一樣的顏色 拉和拉橋也是一樣的顏色 對 那個等一下喔 大家看一下它的齒輪 它的齒輪是不是跟上次的也是一樣 幾乎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 做特選給大家看一下 啊 就一邊拆我一邊做特選給大家看 好 我先把它拿下來 然後注意喔 因為它的培領 墊片啊 都會在 都可能會黏住 要注意要看它是哪一顆 要多一點 這邊要把它收過去這樣子 它的設計才不會跑掉 對 好 我們就可以整組拿起來了 看起來是跟之前的 都一樣 三尺 三尺 金屬尺的 活塞 最後一尺也有加大 這樣會比較不會滑掉 嗯嗯嗯嗯嗯 然後 拉橋 拉橋 看起來都跟之前都一樣 差不多 對 不過它的那個 氣筒前面是金屬的嘛 對不對 這一顆嗎 不是 拉起來 裡面那一顆 喔這也是 這裡都是做金屬的 都是銅製的 所以我算比較耐用這樣 這應該是四分之三氣量的吧 對這四分之三氣量 對四分之三氣量 好像也是差不多 OK 好 那這個部分呢 相信大家看多電腦都看習慣了 我們現在最主要是來看一下 來來來來 這個 電子板機的部分 來來來台上讓大家看一下 呃 我覺得是差不多 幾乎都一樣 它可能是 它的編層可能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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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PIN針好像也 數量也不一樣 應該是多一些電子硬件的關係 對變多的樣子 就對了 嗯 好啦那它這個尺 電子板機的狀態 其實它應該是跟之前一樣 都是使用光感開關下去 做它的感應 這樣子 好啦那今天喔 這個部分 我們就大概猜到這裡 那待會等一下呢 就跟大家聊一下 在這一次 海神他們出的這一次新系列的電腔 有沒有哪些地方 它的改裝啊 或者是有哪些地方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好不好 好啦那待會等一下 我們大家就換個鏡頭 那 中間的部分 我們就跳過啦 好 喔那 剛才呢 喔 熊熊辛苦你了 你看它都被我拗 你知道嗎 過一陣子我要把這把槍改了 有沒有 變一隻狂犬 裡面被戰骨 這樣子 那這時候呢 KUNHO就要問一下熊熊 關於這一把 海神出的 全金屬的身體嘛 對不對 對啊 那你覺得拆起來算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不算難拆 其實跟VFC的電腔幾乎都一樣 是一樣的 雙邊雙動板機 所以拆起來的狀況就一樣 那但是有些人就想說說 那海神這一次的Avengy系列 包含這幾支金屬槍身來說 有哪幾個部分 你會比較建議說 大家可以去做強化 或者是可以改裝它的部分 第一個大概就是馬達 因為它馬達是非常普通的 就是換了馬達 它的效能會比較好 對 那它裡面的皮 就是它附它本身自己的 就是海神Pozydent他們自己的皮 對不對 算夠用了嗎 目前看起來是夠 因為它還有它的管 也是有特殊 也是有海神Pozydent他們自己的狗草的管 就是特殊的專用管 就是我記得他們之前也會有 就是他們會停彈 就是有一個平子彈部分的那個系統 就是一個定位 就定位的部分 對 所以在這一次系列上 我們都可以看到會有那個東西的痕跡在 對不對 那剩下的話 那其實基本上內部 我們可以看到齒輪都是鋼尺 嗯 槍管就是見仁見智啦 例如說要用到更好的管 其他的也都可以 它也都是通用的系統 它裡面的氣筒 它是四分之三氣槽 四分之三 它的拍頭的部分呢 拍頭是塑膠的 我也會建議各位換掉 因為塑膠呢 裝你裝它一定會變形 變形之後你就沒有氣膩了 但目前來說其實原槍的狀態 我們都拆過嘛 其實看起來都算還OK 其實我們也可以就是說 大家可以等到打到差不多 你就有問題的時候 再依照那個零件 一個一個去換掉 這樣它本身應該 健康體質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它OK的 就修修你這樣拆起來 除了這幾個部分之外 你覺得這把槍拆起來 裡面有哪幾個點 你覺得算缺點的部分 這一把看起來是還OK 主要我現在認為比較不OK 就是它的電線的長度 喔對 喔好好好 對 它後面這邊會有一個電線的長度 對它有一個電線的長度 那大家可以看 它電線最後出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它最後出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它最後出來的時候 只有這麼一點點 呃 老實講它的TX還在裡面 對啊TX還用一節 一節剪出來 所以 有啦 下一集Q毛講感想的時候 我就試試看 我就從前面塞這樣 對 那其他的部分倒是應該 就 看起來是還好 都還OK 真的 好啦那希望這一次 Q毛 在第二集 特別一樣麻煩修修 來替我們 猜這一把海神波拉頓 這一隻第一拳 那當然啊 這是一隻全金屬槍身的槍 那 相信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我們都猜到裡面去了 下一集呢 Q毛 就會來說到一些我對他的感想 還有它這次比較特殊的 它是V2的電子板機 那當然如果可以 我們會拉到室外呢 來去做一個實地的設計影片 好啦那今天很謝謝修修 然後說 大家都在碰到的三拳 好啦那當然啦 希望大家 喜歡這部影片 點個讚 訂閱一下 那當然也不要忘記了 铁山的連結在下面 想修修修 密他 要排時間了 他很忙 我又推計畫了 好啦那今天呢 我們就說到這裡了 掰掰